OK 大家猜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们在 Ferrari 马来西亚的这个展示厅 因为今天法拉利有两辆新车 在做这个东南亚 Sofa 的 Private Preview 对 而且都是 Spider 车型 Spider 是什么呢? Spider 就是这个敞篷车了 所以我们这两个今天来这里是做 Spiderman 啦 我们是来帮大家介绍一下 Spiderman 要驾的车 那今天有两辆车的分别是 是这个 F8 Spider 以及 812 GTS Spider 锁饰也在我这里啦 我是非常的兴奋的 所以 Ivan 你要选哪一辆车? 我选 F8 Spider 了 OK 这样我就拿那个 GTS 好了 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去看车 走 OK 看车归看车啦 但是要提醒大家 还是这个 Social Distance 要保持 安全距离 安全最重要 Egameter 啦 OK 走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F8 Spider F8 Spider 呢 它延续了这个 Triple Door 的经典中置跑车精髓喔 而且它的外观很有杀气 非常的具有侵略性 我们可以看到整车因为这个空气力学的关系 所以它做出了非常多相应的设置 例如这个引擎式的这个前面啊 还有这个车侧啊 还有车尾都有非常大的这个空气力学设计 它的这个洞孔啊 甚至大到我的手都可以塞进去喔 再来一点就是它这个硬顶敞篷 只需要14秒就可以完成关闭 而且它是在时速45的时候就可以运作啦 这个情况下呢 你不需要太怕开车开到一般的下雨 会把你淋湿 超级跑车进行轻量化是必要的工程 这款车呢 原厂为它进行了非常大的轻量化工程 首先就是从它的引擎左手 它的引擎呢 轻了80公斤 因此导致这个F8 Spyder呢 对比这个488 Spyder 轻了20公斤左右 另外呢 这些轮圈啊 刹车盘等等 都是进行了轻量化的设计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呢 Ferrari 也推出了这个定制的选项 你可以去选择你喜欢的设计啊 你选择的颜色等等 非常的个性化 这个F8 Spyder 的内装设计呢 基本延续了Tributo 的设计 也和这个F8 Spyder 非常的类似 只是它换了一个新的方向盘 这个新的方向盘呢 口径非常的小 而小口径的方向盘在你驾驶的时候 哇 可以带给你很好的回馈感受 操控会更进步哦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F8 Spyder 呢 其实是以驾驶者为主 所以它一切东西都非常的简约 但是简约不代表随便 它的功能性还是非常的强大的 尤其是这个方向盘哦 它上面集合了非常多的功能 例如说这个换挡拨片啊 这个Segner啊 大灯 引擎启动键 还有驾驶模式的切换等等 基本上你手不需要伸到别处 你就可以进行很多车辆的操作 这一点很棒哦 果然是一辆以驾驶者为主的车 在车尾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法拉利的 经典四环尾灯设计 还有呢 这个双粗的排气管 以及下方这个 真 Carbon Fiber 的这个点缀哦 看起来很帅气 另外这个网状的地方呢 也是为了对应这个 空气力学而做的设计 因为这个F8 Spyder 是一款中置跑车 所以它的引擎位置在这个 驾驶座的后方 引擎方面呢 它采用的是法拉利 相遇无数的 3.9L V8 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是710PS 峰值扭力770Nm 只需要2.9秒 就可以完成0-100的加速 至于0-200的加速 只需要8.2秒 很多的车 0-100只需要8.2秒 可是它的8.2秒 就可以完成200的加速哦 非常非常非常的惊人 另外呢 它搭配的变速箱 是这个7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这个双离合器变速箱 加上这个涡轮增引擎 让它拥有非常强悍的加速实力 就算对比起这个 Magnon 720s 其实它都并不逊色哦 接下来我们就讲到这个 F8 Spider 的售价 它的售价是 117万8千令吉 不包含税务 以及那些选配套件的价格 当然这款车你可以做出 非常多的选配套件 还有个性化的设定 你是不是对这款车很有兴趣呢 别走开哦 我们还有介绍另外一款车 Go 闊别五十年 Rari 终于再度迎来了 量产的前支V12 Spy 的车型 812 GTS 而今天这个号称地表 最速量产GT车型的 812 GTS 终于来到我国 来一个东南亚首发 其实这个 GTS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当作是 812 Super Fast 的长风车型 所以在前脸造型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延续了 Super Fast 的设计 而来到车车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流畅的 长车头短车尾 快背式的车车轮廓 非常的漂亮 那我个人最喜欢的是 它这个车车的腰线 从下方向上延伸 这样子到后面 非常的有肌肉感 也体现了独特的意大利风情 虽然说它的车重比 Super Fast 车型重了75 公斤 但是这个 GTS 的动力依旧维持 这一具6.5L 的 V12 自然进气行 可产生800hp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达到 718 Nm 并搭配 F1 技术的七速 是双离合变速箱 0-100m 的加速不到3秒 OK 它已经破百了 0-200m 的加速是8.3秒 极速则是340km per hour 那这个 GTS 它有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的轮圈 Ferrari 就为车主提供了三个配色选择 分别是鑽石色、液态银色 以及被称为 Drigios Pro 的深灰色 意大利文哦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因为这个 GTS 它多了敞篷的关系 所以 Superfast 原本这边有一个空气导流的设计 这边在这个 GTS 就取消了 取而代之的是 这两个大型的空气通道 这个在座位后方的拱形设计 我个人是觉得蛮漂亮的啦 尤其是从后方看的时候 非常的具有一个战斗格 然后这边呢 也是多了一个空气导流的设计 搭配这个极具侵略性的车尾设计 还有这一个非常经典的立体式四环尾灯 以及这个非常巨大的导风口设计 整个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漂亮 简直是一个优雅的意大利美女 在那装部分呢 这个 GTS 基本上是和 Superfast 大致相同的 那整个中控台设计 因为它是一台 GT 车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蛮奢华的啦 我可以看到有这个皮革的设计 然后这个仪表盘呢 也是有两块液晶显示 比较特别的是在副驾驶的部分 它也是有这个小型的液晶显示器 能够让副驾驶进行操作一些功能啊 蛮特别的 GTS 的这个可折叠式硬顶 操作时间只需要14秒 并且可在45公里以下进行操作 那比较特别的是它在后方这边呢 多了一个后挡风玻璃 你只需要将它升起 你的头发就不会乱了 不过比较特别的是 当你将这个 Hardtop 关闭之后呢 这个后挡风玻璃还可以开启 享受 V12 以及后方的排气声浪 所演奏的意大利离去 那既然你买了这台法拉利啊 你就可以进行很多的客制化选项 原厂也很贴心的 在这个尾箱的上方这个部分呢 就列出了你所选的 这些 optional items 彰显了一个新 812 GTS 在我国的售价是 1538,000 令吉 当然这个车价呢 是不包括税务 不包括保险 以及最重要的 不包括它的 personalization 的 客制化选项 根据Ferrari Malaysia 就给我们透露了 基本上每一台这个 Ferrari 新车 你的这个客制化的部分呢 基本价是一个 21 万 那这台车将会在这个 Showroom 到 5 月 31 号 所以老板们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 你们可以联络Ferrari Malaysia 预约进行这个 Private 看车 OK 以上就是我们对这辆 Ferrari 新车所做的新车介绍啦 那想要看车的朋友们呢 这两台车会在这里直到 5 月 31 号 为止 所以你们可以联络Ferrari Malaysia 进行这个 Private View 也就是私底下的看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大家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啊 帮我们订阅 按赞 分享 记得最重要的是 订阅我们的频道 OK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Bye Bye by bwd6 by bwd6 by bwd6